中央电视台 我们知道中国羽毛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 它一共是由12支俱乐部来参加 分成红蓝两个赛区来进行比赛 广州 惠州和上海都是在红区 红区除了这两支队伍之外 还有厦门 湖南 浙江和辽宁 刚刚屏幕上出现的是马进 女士们先生在我右边 广州 混州 美豪 马进 沈业 在我左边 上海航空 吴静涛 航天平 广州 混州 美豪 马进 发球 首先要进行的第一场是混合双打的比赛 这是由广州的马进和沈业 对阵上海黄浦的吴俊超和陶元亭 比赛开始 马进放网 上 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 吴俊超发球 这球马进回的不好 回到了半场 而且球路比较高 这是沈业 好球 好球 这球沈业的跟进非常快 而且我们看到他最后的出手 有一点带停顿的滑板 一边 杀 借外 这球撕线是给了借外的手势 这球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男队员的后场杀球 然后女队员拿直线的头顶 那最后这个判断 上海队呢还是判断的不错 这球撕线是给了机外的手势 这个球应该说沈业回球难度很大 对方推扑了中路的一个追身球 偷后场 这球马进的发球呢有变化啊 突然间呢偷了一个后场球 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 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 一号区 中刹 这是明显的节奏的变化啊 软压 然后呢再中刹 越起大力的刹 这球上海队的唐渊廷出现了失误啊 反拍 平推后场 控当 上海队 上海队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分球呢 上海队呢 他们的这个 怎么说呢 速度上啊 有点被广东 被广州队呢压制了 就是说这个现在是马 马进和这个沈业的 他们这个前三拍 发 发球以后啊 他们在前三拍的这个速度上 明显占据优势 现在马进和沈业是连得了五分啊 他们 这球 判了马进的发球伪力 哇 这个球 怎么说呢 对方的回球有这个出界的嫌疑啊 沈业这个球场上的位置不好 这球跃起 杀球以后 自己的这个正守卫的空当太大了 整个场地都暴露给对方 上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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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叶发球 一号区 上海队 上海队的吴俊超 这球自己呢出现了失误 漂亮 这是马进的特点啊 因为马进的绰号呢 叫马达 他呢 这个就是启动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个绰号是这么来的啊 他往前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 上海队 强往 封往的能力很强 加油 加油 沈业呢 也是护家队的老运动员了啊 他以前呢 跟宏伟两个人搭档啊 打这个男双 打这个男双 judgments 叶揪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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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9 现在上海队的唐元庭发球 推扑 连续下压 杀结合步 10比6 这样马进和沈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比6 3比6 4比6 3比6 1比6 7比6 5比6 沈业杀 界外 11比7 这样的话沈业和马进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这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进和沈业 他们在中前场的速度上 而且在两个人这种连贯的这种速度上 还是要好于上海队 这点上他们优势比较明显 这两个人在场上能够形成连贯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马进 他在中前场的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 中前场的这个抢网封网 中前场的这个前半场的速度 也是要比上海队要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 0 第二局比赛马进发9 比喻 这个马进和沈业呢 这类组合呢 他们攻防比较均衡 你可以看到他们既有很好的这种连贯的进攻能力 而且在防守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出球呢 也更加的刁钻合理 沈业防得很漂亮 转手为攻 拿头顶掉 再杀 连续杀 上海队我们看到这两 这一分的两个人的站位有一点乱 上海队 上海队 加油 两个人这个站位呢 不是很合理 马进发球 这个球唐元廷有点急啊 就是也知道对方要回放 然后自己呢 要往前的推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最后呢 这个手法没有掌握好 挑起来 看这球沈业啊 他这个接杀以后反拍 反拍的这个接杀放网 这球放得很漂亮 第二局啊 应该说马进和沈业开局不错 第一局他们开局呢 是曾经一度是一比三落后 但是呢 他们是连得五分啊 把比分反超到六比三 就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 第二局呢 现在是五比零 马进和沈业领先 上海在这段时间打得有点乱啊 球不知道该往哪出 现在上海队呢 攻没有啊 防呢 现在有点防不住 非常被动啊 主场的观众呢 是不遗余力的 在给自己的选手呢 打气助威 但是现在呢 应该说吴俊超和唐玄廷呢 士气上呢 有点受挫啊 这球我们看到沈业啊 他这个防守 确实防得很漂亮 通过一拍的转换 我们看 马上就是手转弓 这个做一个手势啊 告诉同伴的这个发球的位置 10比0 这球马进想偷一个后场啊 但是呢 又是被判了发球伪力啊 1比10 上海队呢 终于在第二局 是拿到了一分 2比10 3比10 比赛结束 11比3 这样的话马进和沈业呢 又上了第二局啊 两局呢 是2比0 战胜了上海队的 吴俊超和唐玄廷 这样广州 惠州伟豪俱乐部呢 是拿到了第一分 马上接下来呢 进行的是女斯丹打的比赛 上海队出场呢 是王一涵 广州方面的出场呢 是孙瑜 王一涵 11比7 11比3 谢谢 谢谢